頭蓋安全帽的男子牽著機車 就往停車場收費柵欄底下鑽 直線他將機車幾乎放倒 彎腰一個Move 一人一車闖關成功 這名NunQ的男子 原來只是為了要省 10塊錢的停車費 就使出了渾身結束 仔細看 他身手了得 先放低機車 蹲起馬步 接著彎下腰 順利通過障礙之後 還把嘴裡的紙片吐掉 一副小事一裝的模樣 我們尋見了通知到 外縣市的車主 車主是說是由他的外甥 來騎乘這個機車 本所衣櫃通知他到案說明 網友對於男子的行為 感到啼笑皆非 還開玩笑的說 仍有軟骨功 難道機車也有嗎 更封男子為 全國機車杯林波武第一名 不過也有人認為 這省錢勝錯地方 跑不來 50塊錢就好了嗎 都活該 這10塊錢為什麼要省 使用者付費 停車不然就停外面 民眾為了省停車費花招百出 之前在台中也有一名富人 坐在機車上下腰 闖關成功之後 卻在下一秒發生悲劇 先是撞到路障 再衝到對街慘摔在地 不論是男子還是富人的行為 雖然省了幾十塊的停車費 不過已經明顯違法 如果因此吃上官司 可是得不償失 記者何孟謙 陳芷芳 先出報道 好 拜拜